小伙伴们注意看 当我们在淡宰岛进入盲盒商店时 就会看到最新皮肤强卫白皇后 她会说这样一句诡异的话 你们仔细听 那么究竟强卫白皇后 在命令谁为她献上 卫尘里的第一朵白玫瑰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个为强卫白皇后 献上白玫瑰的人 她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 淡宰岛中的强卫白皇后 她非常的美丽和高贵 如果你也喜欢强卫白皇后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淡宰岛上 是有花朵的 不过淡宰岛上的花 都是蓝色的花朵 并且这些蓝色的花朵 被绿色的草堆包裹着 长得非常的茁壮 但是我找了很久 唯独找不到 强卫白皇后喜欢的白色玫瑰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要献给 强卫白皇后白色玫瑰的这一只 淡宰它究竟是谁 存在吗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宰岛上 找到了这一只淡宰 它的位置就在盲盒店中 当我们进入盲盒店 就会看到它 它的名字叫做琳兰三月兔 仔细看它手上拿的 不就是白色玫瑰吗 所以说 要献给强卫白皇后 清晨里的第一朵白色玫瑰的 这一只淡宰 它是存在的 就是琳兰三月兔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